康总 你没事吧 我一记得你编会就赶过来了 白萍 不好意思 白萍 我又麻烦你了 你怎么喝那么多呀 客户呢 都走了 在里面 在里 你看我说什么 什么客户 同学会 我今天晚上来 是参加我们一年一次的同学会 你知道他们都在说些什么吗 孩子上什么学校 老公又升职了 还要计划生二胎 他们的故事里的人呐 越来越多 可是我呢 我还是一个人 我还是一个人 他们说的事情 我一句都搭不上话 你知道吗 我都能看出 他们看我眼神中 透出的那种怜悯 可怜 就好像我是个异类 是个怪胎 白萍 你知不知道 孤独有多可怕 孤独有多可怕 我真的好恐惧 我真的好恐惧 好害怕 康总 不要叫我康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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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今天 就今天 可不可以 不要叫我康总 叫我康丽好吗 就这一次 我康总 拜托了 拜托你了 康丽 找你半天 你怎么在这儿啊 这里是 是 她是 她是我女朋友 不好意思 她喝得有点多 康丽 你有这么年轻 帅气的男朋友 还背着我们 领气去 走走走 罚酒去 不好意思 我现在还觉得 有点不舒服 你们先进去喝吧 我们一会儿进来 那好吧 有她照顾你 我现在进去 等一下你进来啊 烤驰 快上去吧 早点休息 晚安 白萍 我知道你对我是有感觉的 对吧 康总 我知道你以为我喝多了 我没有 我头脑还是清醒的 不是 康总 你听我说 你听我说 我比你大几岁 我有房有车 年薪是你的十倍 康总 但是如果你这次 能够胜任MT的销售副理 那我的年薪 就只是你的四倍而已 我会用一年的时间 用我的人脉资源 帮你坐上我现在这个位置 到时候我就辞职 应该还来得及给你生个孩子 然后在家相夫教子 你觉得怎么样 康总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你以为我喝醉了 但是我真的没有 我很清楚 我知道我自己在说什么 白萍 这笔账 你可以回去好好算算 只要在销售副理 人选公布之前 你回复我就行 其他的事情你不用管 都交给我来办 不用考虑了 我现在就可以给你答案 我现在就可以给你答案 康总 你的好意我心灵了 可是我不需要你额外的帮助 如果因为我拒绝了你 做不了销售副理的话 我也无话可说 我也无话可说 你这么做 是为了蔚蓝吗 怎么 你以为你们两个 在我手下做事那么多年 我会一点都不察觉吗 白萍 我真的很喜欢你的单纯 和你的痴情 你可以为了地下情的女朋友 放弃了升职 放弃了大好的前途 放弃了少奋斗十年的好机会 但是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同等的条件 放在蔚蓝面前 她会做如何选择 我相信 她会做出跟我一样的选择 你确定 我确定 你知不知道 杰森这次在后面 帮了她多少 我悄悄地告诉你 到目前为止 蔚蓝的业绩都比你好 那你会不会觉得 杰森也会给她 同样的条件呢 我再给你重选的机会 我再给你重选的机会 别急 好好考虑 晚安 我再给你重选 我自己尽量 我自己尽量 就知道 我先不认可 还能用 还是 一直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